大家好,我是刘一生 冬天天气干燥 很多朋友会遇到口唇经常起皮 甚至干裂流血 而嘴唇干燥时 我们都是忍不住 舔一舔嘴唇 或者把唇上干皮撕掉 但是很多可能这些小小的坏习惯 患上唇炎 今天就来给大家聊一聊 唇炎主要是表现为唇部反复的肿胀充血 唇部脱效 勤力有夹皮 唇部干燥、灼热或者疼痛 有时局部干燥发痒等唇炎 也有多种类型 慢性唇炎、剥脱性唇炎等 其中慢性唇炎对比常见 是唇部慢性非特异性炎症的疾病 而想改善这种情况 首先要做的就是 保证环境湿润 去多喝水 由于疫情原因 出门戴口罩是个好习惯 这样可以让口罩形成一种湿度的环境 保障口唇免受 风吹日晒 回家用后可以开加湿器 保证环境的湿度不低于45% 其次确实需要多喝水 每天至少8杯水 同时保证一定的水果摄入 这样才能保证总体的水的足够 第二是挑选合适的润唇膏 因为即使不停喝水 水分无法锁住口唇黏膜的表面 只会导致更容易蒸发掉 所以需要脂肪膜 阻挡口唇水的蒸发 而唇膏均匀涂抹在表面 正好形成这种保护膜 唇膏种类很多 价格打得比较平易近人 选择适当吃喝自己的就好 唇膏涂抹不限次数 任何时候都可以涂抹 出门前喝完水之后 最好涂抹 最后如果发现唇炎症状比较严重时 一定要及时就医 如果实在进一诊到口唇搔痒 干皮或者群疊的程度 就需要考虑到唇炎了 不是只保湿就能解决问题了 必要是还需要到医生就诊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我是刘一生 我们下期再见